好 回到第五节的节目了 看完短途赛就开始和大家看一些中距离的大赛 我和X军都比较兴奋一点 而且他的对手都比较好很多 没错 香港对一对 澳油气泡和直线力生面对的对手 也比加州星球和好玩光面对手真的强很多 想赢这场赛事的冠军 我想真的要先问一问日本队 因为日本队在这场赛事的表现真的相当出色 一路通 不咬真刚 强激 杏木 本磋之海 加上已经数了五个 至于联马斯 高士登和洛斯登赢了三届 骑斯其实有个关键人物就是莫莉拉 因为17年那只强激 我都很记得他怎么用他的神功盖 在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之下赢了我买那只核心 但是二三年 上一年他跑野田猛磊的表现 真的好像有点令人洩气的感觉 今年他又再跑野田猛磊了 我就知道韩特一直都很喜欢这赛马 都很想去野田一级赛 那这次你认为莫莉拉还能做得到呢? 希望就不要令人洩气了 我都真的很害怕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这赛马 譬如说如果是日本队那些 通常他们就走中生纪念这条战线出来 但是今年那些实力再厉害 他们就走另一条再厉害的战线出来 洛斯芬雀今年就第四次见他了 他相差四年霸 他都好像就在冬季打给錦标那里出来的 但是我就知道他的成绩就一样了 而且今年转了路程和马场在银河里面跑 所以跟以往有点不同 没错了 所以这场杜拜草地大概呢 我自己都是很希望这个野田猛磊就可以赢一次的 估计他上届怎么跑得多了 当然那场跑完之后 我真的是电视机都想订篮的 希望莫莉拉今年就省静点 不要再令人洩气了 看回这辣日本杯 其实当然对手真的很强 你想想春秋分 自由岛 升敬天下 圣局在旺 每个都这么厉害 还有野田猛磊 我由X军都好 其实很强调 他那届年是圣局在旺 春秋分 是一架很厉害的 世纪里面很强的一届打给你 野田猛磊那年就当然跑第四 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 但是事实证明 另外那三个都是很厉害的 这场的日本杯 模仪他跑第六 好像大家觉得又是好像失望一点 但是这场我觉得一来就 因为早段的步速拉得很快 前面有领险 有本创之 你令到野田猛磊落后的距离比较远 会变相令他追上来的时候会比较吃力 那这次你说野田猛磊收到的10档 其实我本身是OK的 我喜欢的 因为起码你先走三位 是 不用像去年那样想出去但是被人封住 结果迟了法令 终于迟一步 那也都是啦 其实野田猛磊这只马 一向不需要留那么厚 不需要留到欧美和你爆的 没问题啦 大家都知道他在香港的时候 其实中业比较远一点都可以的嘛 那看看啦 野田猛磊这次 希望你跑一次试井给我 你跑得正正常常而这样赢不到的 我认命 但是我坚信这只马 始终都是值得一场一盒赛的 是 还有呢 我觉得现在的野田猛磊跑里半 好像有少少严重 嗯 那跑到1800 我想就真的会好些 那上届吃的明明牌四档呢 捉到落尾嘛 真的莫名其妙 这届你没理由不捉到落尾 因为你看到整个阵容 就没有放头马了 如果你没得再捉到落尾 就没什么好说了 没什么好说 不知道说什么了 那自己就升局再望 那其实莫名其妙就很坚持跑这一盒千八 因为其实在日本跑里半就再好些 是 远征好像经常都很绝 在法国海船门大敗之后 就跑了 回来跑了一场之后就伤了 是 之后又休息 之后去杜磊远征 本来越跑上届 又伤了 我觉得远征好像有点滴滴 还有也是那句 始终你用武风 不是 那武风当然很紧密了 赢了很多 你始终摆到这些这么高强度的赛事 你升局在网上有时 如果你没风缩 他真的用一些很顺其自然的跑法 跟你早放弃头断 然后追了一段没段 我是有点担心的 所以如果与其是这样的话 我也觉得野田晚期 希望他可以反先一次升局在网也好 还有他今年排四档 会像去年野田晚期这样的 有点惊 很奇怪的 所以既然是这样 那两只都是比较偏向后追一点的 跟着跟大家看这只预期就会跑主动一点 亦高级数一点都不会输适给那两只日本马 就是卢森堡了 卢森堡上次就跑生命以来城草地杯 最后跑第四 当天其实我都很大信心的 回到第四我自己就突然觉得很重的 你觉得他的第四是怎样的呢 那天如果从一些阴谋的角度去看 当然他赔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第二看回去去年 原来他是有征兆的 因为去年他跑莫尔斯桥禁表也是这样的 是 可能这只虽然大家都知道 盧森堡是很有斗心 很忠心的马 但是他就可能跟一般忠心马不同 他头部第一场是不好的 今年热了一次身 希望会好些 那这次排三档其实有点尴尬 因为他本身是跑长一点路程 但是今价就没有放头 看看会不会试一下自己走 因为盧森堡是比较均速的马 苏晴如果留着和人斗 我就怕他会有点吃虽 希望他会再主动一点 我也同意 我也希望盧森堡这场可以跑得主动一点 因为大家回想起 其实他去年跑了一场外尔兰冠军赶标 他组段其实不是跟石器时代在前面斗斗斗斗斗斗 没错 其实他是一直顶 顶到最后一步才被多产巨像过了 而是赢到一只零雪飞 所以盧森堡其实他是一只很大步 也都很好斗心 你与其要他去追别人 不如他就自己走在前面 他看见有目标在后面追着你的时候 他的斗心就会一直令他继续向前 还有他三档 当然你不排除突然之间会有一些马会走 譬如说我们香港代表 其实今次抽到一档 他都有机会会摆钱 如果他真的摆钱 那我们拍着你 就好像刚才说 卢尔团团的那场拍着那只吃气时代这样走 总之直路早一点点走下去 因为千八真的跟你说是严短的 看这场千八可不可以再跑得主动一点 信莫雅信乐伯人 信这只劳森布有质素 希望他可以成为野田晚庆的最大竞敌 再补充一点 其实那天沙特那条跑道 对他这种望空跑法就不是很好处 还有这场的头马飞舞森林 其实本身在巴林已经赢过 就是他可能很适应中东的气候 当然有九一幅出 可能有少表现有些影响都不出奇 那头热了一场身再跑 应该就会再见真章的 那除了卢森布之外 欧洲队都有一只非常之厉害的马 就是零雪飞 虽然这场女王衣的三十二小 这样就跑得不好 但是因为那天大家都知道 天气就非常极端了 还有亚士哥本身那条跑道也用不到 就变成很多实力马都发挥不到水准 那这次排16档 那你会不会希望他想比较前一点呢 我希望他可以比较前一点 是中心的马女 那你说他跑了千百 当然你说根据上就不算太多 因为大家熟悉的 一是就跑千龙 二千其实都很少跑的 但是我觉得就真的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就是外人管的錦标那场 虽然他跑第三 但是他是力追着前面多项巨像 还有卢森布 其实过中点那阵时 零雪飞已经可以过得到 没错 那像你说这场女王衣的三十二小的錦标 你别说他 拍丁顿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就可以抹掉他的 这次作为贵乐的复出 那就是继续用最佳拍档的原因 希望这个16档其实出门 如果快 即是反应快的话 跟在中间那些位置 也不要走到这条难道 那在外面入归的时候 盖上来 以他的级数 也都是 一点都不会输涉 在劳森堡和野田马庭之下 是的 那和这一场 因为那一天的雅雪谷赛道 是很离放弹 你见大石已经赢了 在后面跟马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了这些击脚 所以表演是影响得很厉害的 所以可能幕后见他这场可能不好 就宁愿直接给他抖 就補充考虑马姐妹那些 抖到这场复出 那如果一整晚能够保持这么多的战力 我认为这个零雪飞这一场 也是很强的竞争力的 那说完日本队 欧洲队之后 也要说回港队的 那奥游气泡和直线力 照计级数 奥游气泡应该就会再高一点的 那这次用巴米高牌一档 你又怎么看呢 欧洲气泡这只马 其实我自己一向很喜欢 我也知道你比我更加喜欢这只 那其实大家想起 他跑这个国际赛那时候 其实那个第二是 我觉得真的很高水准的 没错 因为真的伤过了 九休之后第二场 那时候我都坚持过 这只外游气泡是有机会的 那当然结果他跑过第二 也是非常出色的 之后立法尽情一健康一正常 立刻交得很好的表现 赢得到四杯 香港金杯这场 即是叫做再挑战2000 你只是比较输给浪漫用事 少少而已 所以能力是非常之高 这次抽一档 我觉得 其实既然这场没有补充 不如就好像刚才我说的 盧森堡的时候 两只拍在前面那里去跑 反而这样会对他们两只都会受惠 那你觉得他会不会自己放呢 我觉得也有这个机会 因为大家都记得 他赢经典一里赛 假结什么点赢 就是自己放 虽然你说见到这场 金杯也好 董事杯也好 一里也好 他都是属于跟马 但那时候有别的放头马 但是这场其实是没有明显放头马之下 加上你排一档 我想花魏高很熟度 但都知道 有时候这些赛子你排一档 很容易撒车 还有奥游气泡 坦白说他也不是一只 完全是纯有后劲的马 你叫他赢打给他 中段法力慢慢游上来 所以希望这个一档 不要成为对他们发挥的阻碍 而是一个助力 我想他只要跟前的话 今季这一档的确是大熟大勇的 坦白说他赢面是不是真的很高 我真的不觉得很高 因为对手真的很高 但是这一档又真的很忠心 也都是一个倒立的状态之下 你说跑到三格 我就不会觉得意外了 还有似乎巴米高也跑过这场赛事 也有经验 虽然那天陈年尾酒我有点激气 但是既然他这次骑到这一只 这么好的奥游气泡 希望也可以跑得好 至于直线力山的话 这场对我来说有点失望 因为我觉得他可以再跑好点 这个第四 其实你说输给跟斗魂 你过不了跟斗魂 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忍住的 但是这次再跑千八再短点 那看下你就叫做换一换手 换多艾奥拿过去跑 又转一转不同的环境 看可不可以跑好点 我就觉得这次就自在参与 参与了 因为我要奖金 那之后就有个数据 就跟大家说 那这只马就没有跟大家谈过 就是一只会两串 那他在香港一里 按标准刚好就输了 给奥游气泡跑第三 那看回这个数据 就是近五匹一里冠军赛的参赛马 第二年跑杜瓦与大赛的成绩 又不算是很差 但是就赢不到了 是的 那陈年尾就跑第二 大和主将跑第三 所以瘦日小岛也是近的 那个第五 那无疑惠两川 大家都对他最熟悉就是他跑一里 是真的最强 千八是应该真的差一点 但是始终这件衣服 远征经验丰富 而且都在杜瓦与大赛都有一些不错的表现 那看下换到杜瓦与大赛 那十四当是难跑少少的了 是的 而且始终大家都看到近十架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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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但是如果论日本内表的话 野田猛瓦与升高上网这两个 我想都真的很高实力了 没错 你面对着欧洲那两个 盧森堡和凌雪菲 那是真的很好看今届的杜瓦与大赛 加上我们要支持我们港队 就是欧阳气泡 还有还有迪士迪生 所以今届杜瓦与大赛 就真的很好看 但是最好看那场 不是你这场 稍后回来和大家看那场 杜瓦与司马经典赛 哇世界大战 完全是猛瓦乐园 我觉得他绝对有潜质成 2024年一级赛的适入 没错 所以究竟有哪些猛瓦老虎 会在那场出战呢? 稍后回来和大家聊一场 杜瓦与司马经典赛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就快点去追踪我们的Facebook和IG 之后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 那就不怕错过我们每集的最新资讯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